巴书 李书 太史公说 李具有盛大广远的美德 他主宰制约着世间万物 意识着天下民众 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 我曾到大行李官那里 研究下 商 周三代理智的演变 才知道 按照社会情况制定理 依据人的本性制定仪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人所行制道千条万条 无不贯穿一条基本准则 就是诱导人们 使之仁义 并以刑罚相约束 所以 道德高尚的人 地位尊贤贵重 俸禄多的人备受尊宠 以此来统一天下人的意识 整齐人心 人的身体乘车 马感到舒适 就以金式车 又雕露车横 相金错银 加上繁琐的装饰 眼睛喜欢看五彩美色 就在服装上设计了图案花纹 使外表形态更美好 人耳乐于听钟庆等动听的声音 就调携各种乐器 以激荡人内心的情感 人的口舌 喜欢吃美味食物 就烹调出佳肴易转 或酸或咸 各尽其美 性情喜爱珍贵美好的事物 就以美玉制成龟壁 又加雕琢打磨 以顺应自己的心意 因此天子的大路车用蒲草做席子 鹿皮官帽配补衣裳 红弦的琴色底部有孔洞 用青肉汤和淡水酒祭祀 都是因为要防止过分奢侈 改正铺张的弊端 所以 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质秩序 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 婚丧嫁娶的等级 世事皆有事宜之度 万物皆有节制 孔子说 鲁国举行的天子地计之礼 从已久灌地后 我就不想再看了周朝衰落后 理智废弃 乐智破坏 各等级相互见月 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妇女为妻 世上遵法律 守征道的人被人欺辱 奢侈余智的人被看作显贵荣耀 上至子下这样的孔门高地 有且说 出门见到纷纭华丽盛美的事物而欢喜 回来听到夫子的学说而欢喜 这两种让人高兴的事常在心中斗争 不能决定取舍 更何况资质中等以下的人 长期处在诗与教导的习俗 环境中了 孔子论魏国政治说 必先正其名分 但他在魏国居住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不合理法的事情 孔子死后 授业门人沉沦兴散 有的到了齐 楚 有的迁入河北 海内 岂不令人痛惜 至秦统一天下 全部收罗了六国的礼仪制度 则其善者而用之 虽与先生先贤的制度不合 却也尊君一臣 使朝廷威仪 庄严肃穆 依照了古代延习下来的礼仪 到汉高祖光复四海 拥有天下 儒者殊孙通 增损秦制 制定了汉代制度 主体都是延习秦朝原有的礼制 上字天子称号 夏至辽佐和宫殿 官名都很少变更 孝文帝即位后 朝廷有关部门建议重新制定礼仪 那时孝文帝喜爱道家学说 已认为繁琐的礼节只能粉饰外表 无异于天下之乱 通过身体力行来教化别人有什么意义呢 就没有采纳 孝景帝时期 遇使大夫朝措明于事物 身通行明之学 屡次觐见说 诸侯是天子的平番 辅佐与臣子同列于朝廷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如今却是诸侯大国专制齐靖 与朝廷政令不同 诸事又不向京城禀报 此事断然不可持续下去 留读后事 孝景帝采纳他的计策 削弱诸侯导致了六国叛乱 将诸杀朝措放在起兵理由的第一条 天子不得己 杀朝措以解时局的危难 这件事详细记载在《原浪列传》中 自此以后 为官者只热忠于结交诸侯 安享俸禄而已 无人敢再附唱此意 今上汉武帝即位后 招纳罗智通晓儒学的人才 令他们共同制定礼仪制度 进行了十余年也没有成功 有人说 古时天下太平 万民和睦安乐 感应上天 降下各种祥瑞征兆 才能够采摘风俗 制定制度 如今不具备这些条件 皇帝听了这些话后 向御使下诏书道 立朝受天命而为王 虽然各有其兴盛的原因 却是殊途而同归 即因民心而起 遵循民众的风俗习惯来创建制度 如今议论的人都后骨而搏金 百姓还有何指望 汉朝也是一家帝王 如果典法制度不能流传下去 如何对后世子孙解释 教化深远崇高的 对后世的影响也辉弘广博 致命目光浅薄的 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偏颇狭隘 怎么能不以此自免呢 于是 以太初为元年改定立法 便以服饰颜色 于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制定宗庙祭祀 百官朝贺的礼仪 作为朝廷不变的制度 流传后世 礼是因人而产生的 人生而有欲望 欲望达不到 则不能没有怨愤 愤而不止就会引发争斗 有了争斗就会产生霍乱 古代帝王厌恶或乱才制定礼来滋养人的欲望 满足人的需求 使欲望不会因为物质不足而受到限制 物质也不会因欲望太大而显得匮乏 物 欲二者乡的耳掌 这就是礼智产生的原因 所以 礼就是一种调养之法 稻梁等五味是养人之口的 焦 蓝 分方的植草是养人之鼻的 中 古籍各种管弦乐器的音声是养人之耳的 雕刻花纹是养人眼墓地 宽敞的房屋以及床则脊席是养人身体的 所以说 礼是一种调养之法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养而满足 又愿受到礼仪区别的限制 所谓辩 就是辨别贵贱使有等级 掌勺使有差别 贫穷 富有 卑贱 尊贵 都能得到相衬的待遇 因此 天子乘大路车用蒲草做席子保养身体 身旁摆放香草 用来养鼻 前面的车横经过嵌挫装饰 用来养墓 车动时 鸾铃叮铃 节奏缓和如五向二五的乐曲 吉骤时如韶或五曲 是用来养耳的 龙旗下 九流低垂 是用来培养天子诚信之心 车轮装饰着 俯卧犀牛的形状 服饰上装饰有虎皮 马肚带以鲨鱼皮制成 车恶雕刻成龙的样子 用来培养天子威严之气 驾驭大路的马 一定要调教顺逊 才能乘坐 是为了保证天子安全 谁能知道 世人出生入死 妖力明洁 正是为了养护他们的生命 谁能知道 轻财好事 挥金如土 是为了聚集财富呢 谁知千功辞让 寻寻多礼 是为了养护平安 谁知道学习礼仪 仁义 文章 道理正是为了调养性情呢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 就必定死亡 一意苟且徒利 就必定受害 安安于懈怠 懒惰的避危 固执情性的毕亡 因此 圣人用礼仪和道义来规范一切 就能祸生必死 尽力远害 居安离危 世事的两全其美了 反之 若一干认情尽兴 就会两者其失 儒家的学说使人两全其美 墨家的学说使人两皆有失 这是儒墨两家的区别 理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 强国顾家的根本 威力施行的最佳途径 人们成就工业声明的总体纲要 王公奉行他 可以统一天下 使诸侯臣服 不奉行就会捐弃设计 家破国王 所以 坚韧的甲昼和锋利的兵器 不足以获得胜利 高大的城墙 宽身的护城河 不能保证防守坚固 严苛的法令 凡科的刑法 不能保证树立威严 按理办事就逝世成功 不按理办事就诸事皆废 楚人以焦鱼阁 犀牛 似牛皮为一甲 坚韧如同金石 又有碗城制造的大铁矛 钻刺石犀利如风菜之尾 军队轻力飘速 士族像疾风骤雨一样迅猛 然而 楚国的军队兵败于锤舍 将军唐妹战死在此地 装桥起兵 楚国一分为四 这能说是由于没有兼甲利兵吗 这是统治手段没有遵循理智的缘故 楚国以汝水 营水为贤祖 以民江 汉水为护城河 以邓林与中原相组阁 以方城山为边境 然而 秦国军队直攻到燕影 一路如摧枯拉朽 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 和险要的阻碍吗 这是由于统治手段 没有遵循理智的缘故 因骤王剖笔干之心 囚禁姬子 造袍落刑具 用来残杀无辜的人 当时臣民凛然畏惧 生死不保 周朝军队一道 骤王的命令无人奉行 百姓不为所用 这难道是号令不严 刑罚不俊吗 这是由于统治没有理智之道的缘故 古时的兵器 不过割 毛 公使这几种罢了 然而 不待使用敌国就已经屈服 城郊百姓不需聚集起来守城 城外也不需挖掘防守用的护城河 不需建立坚固的恶塞要地 不用兵机谋略 而国家平安 不为外敌 坚固异常 没有其他原因 只不过是懂得理义之道 并且能公平地处理人际关系 一时有时 并且推称相爱 所以 百姓听命 如影复刑 如响复生 兼有不服从命令的 再用刑罚对待它 那么百姓就知道哪些是犯罪行为了 所以 一人受刑 天下皆福 犯罪的人对上级无怨无由 因为他们知道错在自己 因而 刑罚减省而威令推行无阻 没有其他原因 只因为遵循理智之道的缘故 所以 遵循理义之道 万事能行 不遵此道 诸事皆废 古时地谣治理天下 杀一人 行二人 天下就太平安定了 书传说是 威严虽然猛利 但是不可轻易采用 刑罚虽然设置 但是不可轻易施行 天地是生命的本源 先祖是宗族种类的本源 君主与业师是国家治理 安定的本源 没有天地怎么会有生命 没有先祖有怎么能有后代 无君主和业师 国家怎能得到治理 三者缺一 则无人能安 所以 礼上奉是天 下奉是帝 尊敬先祖而荣誉恩师 是礼的三项根本问题 所以 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 诸侯不敢怀有这种想法 大夫和氏也各自有之脉的先祖 这样是为了区别贵贵 贵贵有别 这样就得到礼的根本了 只有天子才有焦天 祭太祖的权利 自立社已祭的则由诸侯祭祀 下级士大夫各有定制 以此表现尊贵的人 敬奉最贵的神灵 卑贱的人敬奉卑贱的神灵 适合做大事的人去做大事 适合做小事的人就去做小事 所以 统治天下的天子 奉饰七世宗庙 统治一国的诸侯奉饰五世宗庙 拥有五成土地的大夫 可以供奉三代祖先的牌位 拥有三成是地的世人 可以供奉两代祖先的牌位 普通百姓不允许设立宗庙 这样是为了区别道德高深的人 恩则留不广阔 道德浅薄的人恩则留不狭窄 大祭祀享神 崇尚玄水 祖食崇尚兴云 耕以大耕为先 是饮食贵本源的意思 大祭祀享神 虽崇尚玄酒 饮用的却是薄酒 食物崇尚黄米和小米 所饭还要加到粮 祭师掀上大耕 饱腹的却是各种谣和杂善 这是既重视饮食的本源 又兼顾实际效用的意思 重视本源是为了展现祭祀的形式 所以叫做文 兼顾实用是为了表达祭祀的理念 所以叫做理 两者相合还是文 只有在加入里的初始状态 那种质朴性 才算有文有志 达到里最龙胜完美的阶段了 称为大龙 因此尊酒尚玄酒 祖食尚兴于 耕上大耕 道理是一样的 祭祀时 左食的人不小口喝酒 一饮而尽 足哭之际有限无醋 参加祭祀的人除师之外 不品尝祖食 助于左食人劝师用饭 因理成于三 三劝之后 理数已成 时停止用饭 虽再劝又 亦不再食 以上三是道理相同 都是表示理好其变 有节制 贵本源的意思 大婚时祭神以前 祭祀时 扬师入太庙以前 丧礼从刚去世到小脸之间 礼的性质相同 都保留了原始的质朴性 天子大路用宿色为盖 交际时 福麻不免 丧福最重散麻袋 道理是相同的 都是礼上 至不上文的意思 斩衰独如催之丧 哭声哀痛 不中行事 清妙这首既歌 一人唱 三人叹和 情至阴阴 异于歌词之外 乐中再嫁 却有时悬而不羁 腹肌中嫁 以为节拍 大色练丝 制成诸红色弦 音至清乐 却于色底穿孔 使声音重拙 道理也都相同 是重情不重声 亦重本源的意思 樊里都始于简略疏脱 加上文采 才算完成 文采又不可过剩 终须加以取舍 以何实用 所以 完备之极的理 是内在情感和外在形式全都具备的 次一等的是外在形式剩余内在情感 或者内在情感剩余外在形式 二者聚其一 最下等的是内在情感完全归结为天地的本源 天地根据礼仪之道相互协调 日月根据礼仪之道彰显光明 四季根据礼仪之道景然有序 星辰根据礼仪之道周行不代 江河根据礼仪之道奔流布止 万物根据礼仪之道繁荣昌盛 好物根据礼仪之道克制调解 喜怒根据礼仪之道处置恰当 礼仪治理臣下就会和顺 用礼仪规范君上就会英明 太史公说完美极了 树立龙胜完备的礼作为人道的最高准则 天下没有人能有所增损 他情文相符 首尾呼应 赋予文采而不繁荣 有节制 明察秋毫而不科系 使人心悦福 天下人遵从就太平 不遵从就生祸乱 遵从者得安定 不遵从则威亡 平民百姓无法以此为法则 礼的本身实在深奥啊 坚白与同一理论的辨析入微 与他相比就会丧百破命 礼本身实在太宏大了 那些擅自制作的典章制度 极狭隘 浅漏的理论 与他相比就会自愧渺小 望尘莫及 礼本身太高尚了 那些粗暴 傲慢 放纵 浅禄而又清俗自高之徒 与之相比就会自坠形象 显露出浮泊来 所以说绳墨即设就不能再以驱直相欺骗了 秤锤以玄就不能再以轻重相欺骗了 圆规和脚齿摆在那里了 就不能以方圆相欺骗了 君子精神于理 人们就不能以脚诈虚伪相欺 因为绳墨是直的标准 秤锤是轻重的标准 圆规和脚齿是方圆的标准 理则是为人处事的最高标准 那些不守礼法的人不值得代之以礼 称之为不守法术之民 遵从礼仪的人才值得以礼相待 称为守法术之士 能得礼之中道 不偏不倚 又能事事思索 不为情礼 叫做勤于思考 能思考而又不便意礼法 叫做持之以恒 既能思考又能坚持道义 加上对礼的无比喜好 那就是圣人了 天是高的极点 地是低下的极点 日月是明亮的极点 无究是广大的极点 圣人则是礼意之道的极点 礼的应用表现在财物的使用上 文采表现在贵贱的等级上 差异表现在礼节的繁简上 要领表现在礼欲的厚薄上 文采繁多而人情淡薄的 是过圣的礼 文采不足而人情浓厚的 是简易之礼 文采和人情互为表礼 柔和适中才是最合乎礼的表现 君子能上得过圣之礼的文采 下得简易之礼的人情 又能以众礼做的恰到好处 缓急左右不失于礼 所以说君子的本性就是持守中庸之道 不偏激 能严格以礼意的范畴 作为行动范畴的 是是君子 做事超出礼的界限的 是普通百姓 在是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 既不像是君子那样拘腻 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样不守礼犯 而是能徘徊周旋 随是趋直而变化 总不失礼之次序的 便是圣人 所以圣人道德深厚 是多行礼义 积累所致 辉弘博大 是礼义拓管的结果 道德高尚 是礼义龙胜原因 心智聪明 是世事尽力的缘故 礼焉人心 非从天下 何尝是貌 就必兴雅 以至离蒙 以是宗社 情闻可崇 封杀难驾 众尼作数 孙通绝言 圣人作教 网不由者